出現入市訊號 應該買哪隻優質股 富昌證券 升級股評人 天天醒你選股貼士 還會教你食尽大浪 做你自取未股 立刻下載富昌股亨通手機 開戶立本 華禁二 看看今天港股的表現 恆生指數剛才難威 一度升超過300點 不過現在稍微回順一點 升230點 首先當然看看恆生指數的走勢 其實沒有任何突破 沒有向上也沒有向下 你看看 其實今早都大概記錄過 上方235 下方247 我說800點中間的水平 就賠賠回回 你說它厲害嗎 它厲害嗎 只有235 不行 你說它炸嗎 它不用穿227 所以仍然是一個非常窄幅上落 而是有沒有憧憬去見底 真心無 我都是要很強調 十月份連軍線黃金交叉 出現過 都可以穿底 請問我為何真的要在現在去覺得要見底 當然 天天都會有人問是否要穿底 第二天升的學友是否要破見底 肩底和穿底不會在這兩三百點左右 會轉來轉去燈燈燈燈 不會的 從來都是紅燈 在我心目中 因為真心 你想一下 它點數上面升兩百多比例 它距離條軍線 咬腰向上真是太遠了 不要說它咬它升穿條五十天線 你看上次十天線升穿二十天線 你連黃色升穿綠色 現在都沒有 那怎猜猜 大哥 都不是要你黃色綠色升穿黑色 你連黃色都未升穿綠色 你憑甚麼 你覺得市況有改善 首先交低一個conclusion線 其實很多問題都等於回答了 譬如 當市需 你還會否跟我說買否買騰訊 阿里巴巴美團 首先誤會 其實已經回答了很多問題 市需就不會買弱勢 你如果跌浪反彈 你只會買强勢 好了 恆指大概說了給大家聽 當然 馬上看二十大成 阿邦其實今天很多東西看 因為板塊很分化 你看到ATM隨便交貨息上升 一而已 沒有話可說 不用回答了 但是 你會看到中藥 當然昨天又炒 但是我說過很多次 醫藥 我是炒 我炒西藥 那又不炒中藥 昨天升了 那又跌 不理不關我事 西藥我又不是真的教你去炒 我意思是西中西 兩選其一我就會炒一些大西藥 但問題是說 生物科技 醫藥 醫藥那些都不好事 怎麼炒 所以中國中藥 其實我都未必會怎樣需要講解 反而信譽又五 迫服三 吉利三 吉利比亞地長氣瓜柴 其實大家亦都說了一段時間 我想亦都不需要說 不過輕輕聽多一句 因為吉利現在穿這個底 真是非凡 肯定跌穿10月份低位 即是非常地肉酸 我都不懂得說 20元你認為它是齊頭關 一跌就散 都不會幫你去血肉腸食 潤電日日跟我說 便宜了很多便宜了很多 又跌四 那你便宜了多少 還可以便宜 北水昨天沽了四億 全部電散了 都說了整個星期的事 春雨 無緣無故又跌五 但不是無緣無故 說了前天那支 的陰粥 我一看這支粥 我記得昨天中午答過 是吧 昨天中午不知打電話 還是留言進來 接著我就說 昨天說 就說昨天那支陰粥 即是前天那支陰粥 我說 昨天那支大陰粥 這麼大放量成交 那支陰粥又這麼大 接著 哇 今天這支陽粥 即是昨天那支陽粥 就這麼細又蓋不到一半 又細成交 憑甚麼覺得見底 我說 廿天線從來都不用失 現在幫你明確地 失了兩天 即是昨天 失了兩天 無緣無故估甚麼見底 果然第三天又跌 沒有啊 不要貪便宜 轉彎股份 當然都是短線轉彎 軍線完全沒有出問題 中線沒有問題 但中線沒有問題 不代表時時刻刻可以罵 其實今天很想說的反而是另一件事 看看會不會厲害到上升 福榜 不是想說落費 又未至於這麼聰明 原來 一隻都不 可能因為都有很多 升了一成 國外 其實我想說甚麼 大家都想到 688中國海外升了6 109華潤智地升了6 有些884升了7 1030升不升3 813又可以跌了8 其實整件事這麼分化 873又跌了8 為甚麼同一個板塊 可以有大勝有大負呢 今天有兩件事 在內房的板塊裏面出現 第一就是 市傳世貿 有理財產品爆煲違約 集團方面發了澄清公告 跌幅收窄了 最低見過4.06 現在 當時跌1.3左右 現在跌少一半 7.8左右 但亦都不覺得有甚麼光彩 集團澄清他沒有違約 還記得在恆大 早段的時候 從來都是說自己沒有違約 結果就是一盤爛攤子 沒有啊 他找口 他隨便敷衍你 說他沒有 又不需要成本 最終爆煲 都是你們糟糕的 所以今天其中一個主導危險性 就是民企又爆 你看6098迫伏今早跌多少少 你想想由73元 我說跌穿不再理會的迫伏 現在差不多沒有這樣一半 我說他是龍頭 如有將來要再考慮這個板塊 我一定第一考慮他 但我經常都說 但我短期不會考慮這個板塊 所以其實根本不需要去買6098住 這個是負面那邊 今天內房整邊負面的就是在搞這些事 那整邊正面的是什麼 其實是舊民來的 不過今天舊民新潮 就是說 中央對於內房 如果他們要融資去收購並救 去救援一些 藥的爆煲邊緣的民體和業等等 那他們會揹槓桿 揹負債 如果是因為想買別人而揹回來的債 就可以豁免於三條紅線的要求 簡單說就是說 這個問題又分開兩邊 第一 就炒作那些有錢去買別人的 央企國企 688、1109 你看688原來是在突破52週高 是個好圖來的 1109都好 你記住兩種炒法 這種是炒成他們現在可以拿錢 三條紅線不算數 可以拿錢去不斷拼購其他弱東西 簡單說它就會擴大它的base 它將來的增長會很大 強的將會繼續強下去 這個是新聞的一邊 而這個新聞的另一邊 就是說 一些貧危的民企等著人救援的 他們會有人買它 因為買它那個人借到錢 所以什麼旭輝那些 明明不是央企國企 為什麼會升那麼多 你記住問題是有兩邊的 一個政策中央放寬 內房借錢買同業 原來一個政策有兩邊受惠 一邊就是不向洪厚的 憧憬它借到錢買到同業 另一邊就是不向洪厚的 憧憬它終於有人有錢買它 所以你記住 雖然大家都是升 但你不要選錯 後者這堆其實我不相信 因為他們是民企 他們高負債 他們是違約爆煲邊緣 你現在憧憬那堆人 現在可以有錢買你 你以為一定要買你玉肺 你以為一定要買你世貿 你以為一定要買你哪一隻哪一隻 如果你今天升上去半城而追 然後遲遲都未曾見到他們有買家 而是他們自己真的爆煲 那你就糟糕了 你以為每個人都會有人買的嗎 所以後面這一邊的炒作 我是不相信的 我相信的是什麼呢 剛才第一邊 就是說他們從來都不憂迷 現在如果他們心動想買東西的時候 還很多人借錢給他 這個故事是會堅實很多 我今天會花了五分鐘去解釋 這個大答案我覺得是重要的 因為你去理解一個policy 你見到所有內房都升 但其實有兩種東西升 一種是升他很多錢 可以喜歡你我就買你 另一個是憧憬他終於有人救 但真的不是每個人都有人救 人家都會選資產 人家都買不完的時候 一定會先買一些好一點的 所以你千萬不要想炒恆大融創 即使我完全安one 我今早沒有掃他們 但可能他們正在升 四條三 正在升二 1918 正在升二 很老實是升 但你記住它是後者那種升 一點都不可靠 先去廣告 廣告之後聽電話答問題 好 先回到節目 半日恆生指數其實都可以升到 兩百六十五點 兩萬三千三百三十七點 好 一直等電話的同時 先回答一下大家的問題 先回答 906 中糧包裝 你看這些排盤少到 四個二毫多 有貨 怎麼看反彈 提醒你這些排盤好不可以 對對板 相抵如果升穿頸線四個一毫七 看回之前四個八毫二 順看圖 根本基本因素都不會買這麼細小 上海實業環境 是否幾天都是你問呢 為何這麼奇怪的股份有人問呢 我想都是你來的 只要不要失一個半的話 看回之前頂位 但是一百八毫一 但這些一定都是一些 你看看 膠頭只有一百二十萬 想怎樣 是吧 小心點 不要認真 一一五七 中聯重科 是不是突破了 中間這些高位五個半 今天現在暫時收五個四豪三 那當然沒了 還有軍線那麼兇頭 我真是沒什麼信心 比如三八零八 這隻反而有少許抬高一點 二三三八為柴中庭 都好過你那隻 八三六繼續洗 沒什麼需要去補充 八三六什麼位可以入 那跌法不需要 三三二三反而又撬起頭 其實現價買得 九一四 就是撬起頭 其實現價買得 今天板塊上面 就是一些舊經濟 基建類 包括水泥重 重蝦個別 水泥是普漲的 鐵路是普漲的 你看三九零 中國中鐵 是連續兩陽的 一百零零中交建 都是突破 雖然楊竹細細 一百六中鐵劍 這些是英俊的 問多些好的東西 不要經常問一些 這些華潤電力 其實日夜盡 盡插給你 你都可以問買不買 老實 如果有一天反彈 你就說他騙你買 他日跌夜跌 都不騙你 你都可以問得出買不買 都會很稀奇 所以我會覺得 如果你想問的話 你多問一些水泥 各樣東西 鐵路那些 九六八彎 今早才說過 175吉利 九六八做了一口 你看軍線空頭 不用射它 十一可不可以買 都是破位的 二三八八這些破位 16五八這些破位 你看16五八很漂亮 又是五個月橫行 然後頂今天突破 其實跟三天前的公行一樣 你看兩天前的公行又是 而且老實 油柱行這些軍線 輕輕好一點 1398不是彈它都好 有些行情 當然內銀你又會問自己 究竟想長斤短炒 很少短炒的又這樣說 除非你買得夠多 好了 接著就看了 就是1798 都是電股 甚麼位可入 不如我一中這些問題 都不回答好嗎 因為凡是電 都是日插夜插的 有甚麼好買呢 1798如是 甚至乎579的能源股份 全部都是 油的能源就不同了 857今天都叫做像樣 升四 386都叫做給點面 是 油服是輕輕動 就是油的能源又OK 但是新能源就不OK 原來也有找 Trump Terry 他問 就是857 他真的買了 他說三個六毫一追 可以看甚麼位置呢 就可以看回 譬如之前 譬如4元 甚至乎4.2 看回之前的頂位 不是這樣確實 因為軍事未得 但是它是橫行突破了 至於你說在2318追 2318老實就沒有普通通 都是有少少好似想突破 但是這個弱勢裡頭的突破 去不了多遠 大把蟹貨 9988在131入 那就有沒有機會回家鄉 其實不撐很遠 現在都126了 撐個5元給你 但是more and that就不會有 就是肯定 就是那些弱勢反彈 3323 上網是多少 上網是 這裡有個橫行區 都稍為清了 10.2的位置 上啊 11.5 11元的位置 逐支逐支陰燭去清 跟手 就386都是滋滋的 3684又貨 上網之前的高位 4.09 這堆就整體的問題質素 就好很多了 因為都是炒這些 1313 可不可以買入 都好的 上網是多少 上網是逐個橫行區 7.1元的位置 2382有什麼消息跌這麼多 用貴消息嗎 暫時我看不到 下網是多少 下網217 之前差不多半年前 經常說217、217 那些位置很重創 不過不一定有支持 2380 剛剛追入 繼續不繼續 追什麼鬼啊 升你就說追入 跌你都好追 20現價可不可以入 其實很難分析 日線圖 看小時圖 它似乎跌完起 那它 7.8的位置是重要的 站到的話 你就看上方9.7 但7.8再塞的話 就一般 我這隻5050 2688 兩個頂彎等下來 穿頸線134.7 一定要走 前兩天回到家鄉 一插一大陰 什麼位置才走 穿134.7走 2331 什麼位可賣 其實樣子都失敗了 空頭均線 那樣東西 不會是後退的 1157 這些剛才說了 弱勢裡頭的破位 空頭 上方很多阻力 1171 什麼位可賣 其實弱了 沒有了火 楊竹一大棍之後 基本上狂頭 又這樣說 它不是弱勢 它頭而已 有楊竹你再買 撥了2333 繼續撥 下望多少 撥了 總之撥 因為你真是 你現在 之前一個這樣的一個箱底 現在是這樣的一個一個箱底 很重要的位置 全部失敗 弱勢 而且真的 市反彈兩百點 你不要以為 市會不會反彈 會不會夾我的 其實這些真是很流的反彈 3988中行 會不會太高 其實這些你記住 都是不是短炒的 中行、建行、公行 這些全部都是破位的 剛才是郵柱行都破的 但是就 通常會長差一點 除非你買得夠多 經常都說 2845 好像昨天都有人打過進來 有貨可不可以保持 那就是軍線很多死亡交叉 橫行區整個掉了 那你怎樣保持 走開一下 稍後再走回來 雖然EGF是平均打散風險 但都 都不是沒有風險的 轉彎轉得這麼明顯 257 你破不破到之前的6個5毫一 企穩 好像都不普普通通 700 可以拿著先吃了 先439有貨 你只是賺3元 在400元的東西裡面 賺1% 其實你吃了些什麼 扣上證券行、行、手續費 你都不知道賺了什麼在袋裡 當然我們都不會說 不夠啊 所以要升多20元 才吃就有肉吃 升到才說 其實這些東西 沒有必要去罵 多鬼魚 幾個人問 都是水泥、鐵路 就是帥仔一樣 要不買要不不買 買就是這些板塊 不是ATM 這隻是陰燭 這隻豬肉 什麼位可以買 今天才day one調整 之前升什麼上來 升通脹、豬價 各樣東西 普通 你猜真的很大隻、很好炒嗎 今天都出陰 尤其是其實昨天出了陰 不過昨天收回上去 整條下影 所以連續兩日陰 我計算它 所有電力股 幸好之前清倉 對 1313可不可以買 試 但都是我認為 它是弱勢的起浪 有蟹貨的 2318普通 2689 紙的東西 很不入流 904有貨 我應不應該保持還是紙 紙 空頭均線都一段時間 都沒有什麼東西可以沖頂 接著 669 曾幾何時 這些做回黃金交叉 但現在做回死亡 唯一 就是這個位 一穿 就是雙大頂穿頸線 麻煩 就下回之前 百三 所以到 這個世界 告訴我們 沒有什麼股份 因為現在 大跌市 或是雄市 隨你怎麼叫 總之下跌一大個 其實 沒有東西可以大大聲說長渣 你連一二一一 就是禁王者 轉彎轉到二十天跌穿 五十跌穿一百 其實你怎麼可以大大聲說長渣 走多兩日的話 你就算今天大聲 走多兩日你都小聲 因為根本就是 你想一下 比亞迪 今天連前小小半個月前的底都穿 那就是不用說 肯定二百四都一定要試 而且一定要穿 因為我說過 今次是十天二十天跌穿 五十 上次是 都試過 但是今次是再跌穿一百 兩百七 幾的時候已經告訴大家 今次的世帯 比上一次 二百四那次 所以不是看價的 散戶門 是看圖 你不認識不要緊 你每天看這個節目就認識了 好了這節是這麼多 問題都回答了 下午呢 因為Vivian今天放假 下午我就去無線 所以三點四十五分 應該是有阿炮的 到時自己留意 拜拜